可以啊,所以可以啊 所以呢,刚才就是我们停到这里啊 我们也停到这里啊 所以呢,你们也懂了哦 就是今年的话呢,因为太多放假了 所以呢,可能分分钟钟你们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你们的SPM会postpun到明年 这个还不说的哦 这个就只是可能罢了啦 所以不用担心,不用什么 做好你们自己的分分就ok了 是你都在check的 什么?什么check什么? 哦,没有没有没有 就那个SPM可能分分钟钟 就是你们的SPM会postpun到明年去 这个就只是还不说的啦 好,所以就做好自己的分分就ok了 所以刚才就是在这里哦 就是有讲到一些些 balmary的话就是for lung 然后剩下的那两条呢 就是for那一个身体各个部分啊 所以不需要了,点名就不需要了 刚才有点了的话 这一个就不需要了 ok 对啊 可以吗 ok,所以这里的话呢 如果ok的话我就next哦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这个部分 ok 这个啊,刚才就是因为 因为他一直有强调 什么时候会拿到oxygenated blood 什么时候会拿到deoxygenated blood呢 我又要怎样看呢? 所以呢哦,这个表呢 其实就是帮助你们理解 帮助你们理解 所以他要怎样走呢? ok,一开始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上面的这个 一开始的话呢 其实它没有一个规律啦 只要是一个circulation就ok了 因为圈圈的话呢 你从那里start 它都是可以的 ok 圈圈的话呢 circulation就是一圈的东西 你从那里start起呢都是可以的 比方说呢,deoxygenated blood ok deoxygenated blood的话呢 它就是从right ventricle那边开始 ok 我们都知道right hand side的话呢 蓝色的话 蓝色 stand testing testing 还听到吗? ok吗? 刚才我看到突然间断曲 ok啊 所以呢,再重复一次哦 蓝色代表deoxygenated blood 红色呢 代表oxygenated blood 所以它的血要怎样走呢? 比方说 我们从deoxygenated blood那边开始 ok 所以它先从right ventricle那边流去咯 你可以看到 right ventricle那边呢 它就是要把那个血 bam进去pulmonary artery 对吗? 因为中间那两条啊 一个是pulmonary 一个是aota ok 出去的话呢 就是由aota传出去 进来呢 就是由vein传进来 对吗? 它的规律就是这样哦 所以有两个point 如果你要懂它的flow是怎样的话 一 你要清楚知道 pulmonary 是负责 dil跟lung的 ok? pulmonary 这两个血管啊 就是dil跟lung 就是说它要把血 传去lung的部分 或者是从lung那边拿到 ok吗? 第二个point的话呢 你要知道的就是 vain vain 负责把血 带进行脏里面 ok 另外一个point啊 就是你要知道 vain 负责 把血 带进行脏 r3呢 负责把血 传出去 你就ok了 好 要重复多一次啊 要重复多一次啊 两个point你要记得 如果你要懂它的direction的话 第一个point pulmonary 是负责 跟那个lung的 ok? 负责dil跟lung的 然后呢 second point的话呢 你要懂 vein either venakava 或者是pulmonary vein 它都是负责把血 带进行脏 然后r3呢 就是负责把血 带出去 你就ok了 可以吗? 所以呢 我们再开始多一次啊 所以呢你的那个 deoxygenated blood啊 就是 老师你有没有在那边声音 好 hello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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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okok 所以呢 重复多一次哦 你可以看到啊 那个pulmonary artery呢 就是负责把你的 deoxygenated blood 带去lung里面 然后他在 在那个lung里面 负责 exchange 那个respiratory gas咯 然后呢 再由 pulmonary vein 把那个oxygenated blood 带回去 你的心脏里面 你看到 就是一个cycle来的 看到啊 进去你的left atrium了 进去你的left atrium了 所以他就接下去 这个另外一个咯 看到 left atrium 他又会把那个 血 传去left ventricle 然后呢 left ventricle再把那个 oxygenated blood 从aota那边 传去你身体各个部分 传去你身体各个部分 然后再精油 Vanagava带回来 看到就是一个cycle嘛 所以呢 刚才我一直强调 有两个point 你要记得 你就可以解释这些东西了 一就是pulmonary dium跟lung 二就是vein 负责把血带回心脏 ar3 负责把血带出心脏 ok vein 负责把血带进心脏 ar3 负责把血带出心脏 ok 从心脏出来 看到啊 所以呢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 imagination 就是会有一个flow 所以呢 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如果你用2D的diagram的话 你可以画得比较清楚一点 你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你用3D的话呢 因为它一直打结的缘故 真正来讲的话 我们心脏的血管是打结的 不是平平美美的给你看到的 它都是打结的 所以呢 你这样就ok了 可以吗 所以呢 我们人类的blood circulation呢 我们就称为double circulation ok double blood circulation 就是这样的由来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船圈圈两次喔 一个是在浪那边 一个是在你们身体各个部分喔 ok 每一个部分啊 所以有两次喔 看到吗 所以呢 至于那些low pressure啊 high pressure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R3的话呢 通常都是会处于着 high pressure的 ok吗 R3都是high pressure Bain的话呢 一律全部都是low pressure ok吗 R3都是high pressure Bain的话都是low pressure ok吗 可以吗这里 可以吗可以吗这里 所以呢 这个如果ok的话呢 ok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接下来喔 ok吗 ok吗 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啊 接下来可能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你们的心脏 要怎样跳动呢 ok 心脏呢 我们都知道它有rhythmic的嘛 就是说会有contract low testing testing 心脏的话呢 我们就都知道就是会rhythmic的嘛 就是contract relax contract 一直断一直断 ok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它是怎样弄到它变成contract relax contract relax 所以呢你们的point这里 myogenic ok吗 我不懂你们课本那边能不能找到啦 就是说在这一个pumping of heart 找一下这个字 cardiac muscle is myogenic 也就是说heart呢 它made up of cardiac muscle 心脂啦 ok cardiac muscle 只不过呢 cardiac muscle是myogenic的 也意思是说 它free from你们的神经系统 ok 简单来讲 它不需要send信息 也不需要send那些神经冲动 因为它是free from你们的神经系统 就是说它可以自己自动contract relax ok 它不被你们神经系统control 就是说比方讲你要用手哪一样东西 ok 你伸手或者是缩手的话 通常都是你们神经系统控制的嘛 只不过cardiac muscle是independent 就是说他们自己来 ok 他们自己contract relax 不需要神经系统啦 所以呢我们就叫做myogenic ok吗 myogenic 所以这一些cardiac muscle 它可以就是有那个electrical impulses to spread rapidly ok 所以呢它就是free from nerve 就是free from我们的那个神经系统 就是nerve system ok 所以这里ok吗 myogenic 这个词ok吗 所以你只记得myogenic 其实就是它free from神经系统 就是说它不需要把那个信息send去你们大脑那边 要由你们大脑来控制它的contract relax 这些不需要 因为它可以自己自动contract relax ok吗 所以这个就是myogenic啊 所以ok吗 这里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去了 ok 接下去的话呢 其实这个的话呢 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ok 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是过了40分钟了吧 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明天会讲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心脏呢 它是它的尤其是它的cardiac muscle啊 是myogenic嘛 就是说它不需要nerve system来控制嘛 只不过它要怎样contract relax呢 其实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所谓的pacemaker ok 所谓的那个pacemaker 所以意思是说呢 这个pacemaker啊 它会自己自动generate那个electrical impulse ok吗 它就是会自己产生electrical impulse 所以它有那个electrical impulse过后 然后你的心脏呢 它就会懂得怎样contract跟relax啊 without the help of nervous system ok吗 所以这里呢就是讲解到为什么 那一个cardiac muscle会是myogenic 因为它们都是有这个pacemaker 有pacemaker 这一些pacemaker呢 它会generate electrical impulse 叫这一些muscle 什么时候contract 什么时候relax without the help of our nervous system ok吗这里 这里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stop在这里啦 所以因为超过40分钟了 这里还ok吗 所以明天的话呢 你们就是三点的课哦 ok 记得啊 三点的课啊 所以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离开了啦 ok pacemaker啊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 对我们是要记pacemaker还是sinoatrial node sinoatrial node 这个是过后明天我们才来讲啦 就只是我先介绍一下pacemaker是什么 其实你那些node有很多东西哦 你有sa node 你还有av node 这个图呢 其实这个structure你都是要背啦 S-A-A-V-A-V-Bund 那一个bundle of his bundle branches 跟pukinger fiber 这些都是其实你们要去背的 只是我没有讲到那么多啦 因为是明天的部分啦 所以现在我就stop在这里就ok了 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你们可以自由发问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我 对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这样 所以那一个video啊 我会upload上去那一个youtubechannel哦 ok所以你可以subscribe我 ok 你可以去subscribe我啊 ok 这个mco就是弄到我变成youtuber去了 ok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ok 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你直接去youtube找吧 微论就可以了 我有放图片的 我有放我自己的profile pic的 你可以看到的 我有放一个人图出来的 就是我 所以你一看到就可以了 insta那个 没有啦 insta我那里有 你注意youtube就可以了 不要不要废话太多了啦 ok 今天我们就这样哦 啊 头发长长的那个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哦 所以我断开了啊 ok 所以我断开了啊 所以我断开了啊 所以不然的话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ok 所以明天就这样哦 明天见啊 明天三点哦 ok 所以今天就这样 所以今天就这样 ok 嗯 嗯 嗯